印上我 一般我们说我呢 就是自信的意思 那就是印上没有一个有自信的东西在那里 那这个自信呢 它说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独一的 还有就是恒常不变的 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自在性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都不存在 第一个是用多体观来说 它不是有一无二的 不是一个独一的东西 就是一个多种运组合的积聚而成的 它们虽然有相互的关联 但是它们也是各自独立的一种法 第二个说是无常的刹那生灭 每一刹那五运都各自在分身灭灭 没有长一不变性 并且呢变化呢 就是很大 那就是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的五运 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都在生灭变化 并且五运都在变 也就是上面呢 不是常常不变的一个东西 最后说不自在 不自在呢 就是说这个三苦 特别是行苦 行苦是不自在的根源 就是因为有行苦才不自在 衍生出坏苦 还有苦苦 没有穷尽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呢 运上无我 无运上没有我 是 有没有还没想到 我们在那里面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呢 为什么是